法師慈悲 各位蓮佑 南無阿彌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今天要讲的主题是 阿弥陀佛的大慈悲 我先把相关的经句法语先读一遍好了 《无量寿经》阿弥陀佛第十八愿 设我的佛 十方众生 自信信乐 欲生我国乃至十念 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 为除无逆 诽谤正法 今天是要学习第十八愿的最后一段 为除无逆 诽谤正法 为除无逆 诽谤正法算是很特别的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这一段是放在完整愿文的后面的 我们可以去查阿弥陀佛所有的十十八愿 基本上每一条愿都是在最后一句不取正觉 那就结束了 但是唯有阿弥陀佛的第十八愿 是在若不生者 不取正觉以后 再加上为除无逆 诽谤正法的 就是感觉好像是特别加上去的 那既然是特别加上去的 肯定就是有特别的意思 那不然干嘛要特别加上去呢 是不是 总结来说 这一段为除无逆 诽谤正法 是显示阿弥陀佛太慈悲了 为什么 有几层的意思 那第一 为除无逆 诽谤正法 是显示阿弥陀佛可以救度一切的众生 为什么 因为各位 我们看看 阿弥陀佛没有说为除没有功夫的 也没有说为除没有清净心的 也没有说为除没有五戒十善的 或者是说为除不会送金 不会供养等等的 就是只有为除无逆 诽谤正法而已 就是说只要不要犯到杀父 杀母 杀阿罗汉 破坏佛法等等的大恶人以外 所有的普通人 不管是有烦恼的还是没有烦恼的也好 不管是有功夫还是没有功夫的也好 不管是会修行不会修行的也好 不管是有戒定会还是没有戒定会的也好 甚至是普通人 善恶道的众生也好 只要不是最严重的无逆办法的大恶人 统统都可以念佛成就 所以现在有些人说要持戒念佛 要五戒十善的念佛 要不然就不能够往生净土 又或者说没有送金的就不行 又或者说没有拜灿的也不行 没有开智慧的也不行 那请问这是阿弥陀佛说的吗? 还是人讲的? 阿弥陀佛从来就只有说一种不能往生 就是围处逆诽谤证法 其他都没有讲了 那我们怎么可以自己乱家呢? 阿弥陀佛只有说围处逆诽谤证法 结果自己乱家围处没有戒定会的 围处没有诵经的 没有拜灿的 没有持咒的 自己越加越多 加到最后还说一个都不能往生 结果还怪阿弥陀佛不领 说念佛没有这么容易 那请问这是阿弥陀佛的问题 还是人的问题呢? 释迦牟尼佛在《无量寿经》最后就讲 如果有人听闻到 原本的阿弥陀佛第十八月 往生净土的众生 是数都数不完的 但是现代人乱乱给阿弥陀佛乱解释 乱到最后一万个念佛 一个都不能去 所以这明显是人的问题 而不是佛的问题 是这个人乱乱讲 把狠灵的南无阿弥陀佛变成障碍 障碍自己也障碍别人搞出来的 祖师谭卵大师说的 余哉 厚之学者 闻他力可称 当生信心 物质局分也 大师讲 不要把广大无边阿弥陀佛的愿力限制 这个是很愚痴的行为 阿弥陀佛本来就是三根普度的 结果你现在乱家延天处的 一个都不能得度 所以这个不是愚痴 那请问什么是愚痴呢 愚哉厚之学者 闻他力可称 当生信心 物质局分也 所以英光大师讲得更直接 大师说 有些人讲念佛法门 不能自立立他 反而会智悟悟人 我们看 英光大师讲得多严重 我读一遍 大师说 净土法门乃佛法中之特别法门 其利益与普通法门大不相同 古今多有益普通法门 论净土法门 由之智悟悟人 而又智慧弘法立身者 不胜其多 我们看 英光大师讲得多直接 因为大师说 有些人打着 要弘法立身 自立立他的口号 但是没有想到 到最后会变成智悟悟人 自立立人会变成智悟悟人 这个就很糟糕 但是 为什么会这样呢 英光大师说 因为那些人 通常用了别的法门的道理 来理解念佛法门 明明要讲的是念佛法门 但是都不看阿弥陀佛亲自讲的 念佛第十八愿 反而用其他法门的道理 用自己的知见来讲 就好像现在开汽车 但是不去看开车的说明书 反而去看脚踏车的书 那你这个有没有搞错呢? 你看这个脚踏车的书 来讲这个汽车 那四个轮子都变成两个轮子了 对不对? 我们看阿弥陀佛第十八愿说的 各位看清楚 请问阿弥陀佛有没有说 不会败善的不能往生? 有没有说不会崇行的不能往生呢? 有没有说不会大悲咒的不能往生? 有没有说没有接定会 不能断烦恼的不能往生啊? 通通都没有 就只有说唯处逆诽谤正法 那现代人把一大堆加进来念佛法门 那请问依据在哪里呢? 那到底我们弘扬念佛法门是要听佛的 还是佛要听我们的? 各位是谁听谁的? 当然是听阿弥陀佛的嘛 我们要弘扬阿弥陀佛的法门 那当然我们是要听佛的 如果你觉得说当然念佛不殊胜的话 那你自己也可以修三大阿生起劫 慢慢成佛以后才成就你自己想要的法门 但是现在要弘扬念佛法门 就要按照阿弥陀佛的愿力 不过说实在的 就算是成佛以后 还是会弘扬念佛法门的 因为阿弥陀佛的愿文就有说到 十方诸佛都是在弘扬念佛法门的 每一尊佛成就后都会弘扬念佛 不弘扬念佛就代表说 自己的境界还不够 还没有成佛 所以只会觉得说念佛不殊胜 当然阿弥陀佛没有提到说 要五戒之善 也不是说随随便便可以杀身说谎等等的 佛也不会说鼓励造业 只是说这些不是阿弥陀佛度众生的条件 就好像说一个医生讲 他什么病都可以治好 这只是凸显这位医生的医术高明 而不是这个医生就希望大众随便乱生病 是不是 哪里会有医生是希望大家一直生病的 我们看这次疫情期 那些在医院的医生会希望大家乱乱种这个病毒吗 就算可以治好 但是也不希望大家会生病的 相同的 阿弥陀佛说 除了忤逆办法以外 其他罪业众生都可以得度 这不是说阿弥陀佛喜欢众生造业 而是正式凸显阿弥陀佛的大慈悲 可以度那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过说实在的 现代的社会能够真正做到 五戒十善的人又有多少呢 道错大师说 五戒十善持得者圣息 在一千多年前的社会 做到五戒十善的人 圣息就是没有几个而已 几百年前的连石大师也说过 当时他在的城市 基本上看到这么多过世的人 从来都没有一个是能够升天的 就是五戒十善做不到圆满升不了天 在几十年前 弘扬戒律的弘毅大师也说 就我自己而论 对于菩萨界是有名无实 沙弥界及比丘界决定未得 即无界而言 亦不敢说完全 弘毅大师就说 菩萨界他只是有寿 但是做不到 出家界也不行 就单单无界来说 他也不敢说 自己完全持到圆满 那现代人一直强调持戒 请问真正做到的有多少位呢 是做到的人多 还是只用嘴巴讲的多 要知道佛法讲的造业 并不是说要我们亲自去做才算的 佛讲的造业有分成因缘果 这个因的造业 就是我们有起行动念 想到就算不用得到你去做的 而是只要有一个不好的念头 就算是造业了 还有有些明明知道会发生 但是没有去阻止也算 这是缘分的造业 毕竟是自己促成造业的结果 世间人讲的共犯 像杀一只鸡 虽然说你不是亲自拿到砍鸡的人 但是是自己双刷把鸡给抓住 那能说不造业吗 这就是缘分的造业 促成造业的结果 那最后是直接亲自造火的造业 比如说讲妄语就好了 现代的社会有些已经讲骗话 讲到曾经了 有些讲骗话 讲到连自己都骗了 都讲习惯了 讲到自己的良心都关起来 都麻木了 真正讲老实话的人有多少位呢 遇到跟自己没有关系的事情 当然可以不撒谎嘛 但是遇到跟自己有厉害关系的时候 尤其这个事情是关系到 自己想要得到东西的时候 这个关又有多少人可以过得去呢 现代人要不说谎这么容易吗 讲老实话才是最难的 尤其人都有自私自利 有五一六成 有自己想要的东西 是很难不说谎的 你反省一下就知道了 比如说 讲到国家的报税就是这样 自己赚到的钱偷偷不报 或者是说报得不够清楚 以前听说有些做生意的 为了不要报税交税就拼命的把钱给花掉 宁可花钱给自己 也不要交税给国家 我在想如果说今天没有法律规定的话 到底有多少人会自愿交税的呢 是不是各位 如果现在国家法律没有规定说要缴税 请问你会乖乖把钱拿给政府吗 这是偷到妄语加一大堆 都不知道在造什么业了 真正报税能够报到一清二楚的 大概都没有几个人可以做得到 还有讲生气也是啊 现代的人是很难不发脾气的 就算没有真正的发脾气也好 也有偷偷在心里抱怨 或者跟身旁的人抱怨 那这也是业嘛 有时候有些人讲太多关于佛门的是非 造成大众对佛法失去信心 那这下子就犯了根本大罪了 因为自己的问题造成大众对三宝失去信仰 那还得了 是不是 还有佛讲过的食肉得五量罪 那你想想看 我们吃了几年的肉呢 很少人是从出生是吃悬树的 是不是 各位 你们从出生就开始吃树吗 都没有啊 就算你这一辈子吃树也好 但是也不代表说你过去五量节不吃肉嘛 那吃了这么多的众生肉 但是自己好像都没有感觉一样 别人动到我们一点点就很生气 就很在意 结果我们吃人家吃了几十年 甚至几节的肉竟然什么都没有感觉 所以古人有一句话说 大言不惭 就讲大话不知道羞耻 就我们凡夫怎么能说自己不造业呢 有时候我们出家人 有时候出去关怀久了以后 听到的事情也感到是很可悲的 因为有些家属甚至心里就想着 让他那位躺在床上生病的老爸爸老妈妈 就觉得说他们怎么还不赶快死呢 各位不要觉得说这是很夸张 因为确实是发生在社会的问题 因为孩子也照顾父母 照顾到很累了 但是就是没有想到 当初父母怀胎十月 甚至生出来从零岁到三岁的年纪 这个中间不知道几年 都是父母失眠换来照顾的 只有现在老父母倒在床上没有多久 就想到他们要赶快死 不要拖累自己 父母照顾孩子刚开始几年 都无怨无悔心甘情愿 结果孩子照顾回父母 最后没有两下子就乱想一大堆了 我还听过有些人还问 有没有让亲人赶快死得重 我听到这时候真的是阿弥陀佛了 古人讲 久病床前无效止就是这样 因为要照顾病人是很不容易的 就算学佛的人也未必能够过得了这一关 你病一两天或许还可以 病一两个月 那我们讲什么人性 什么业力烦恼都出来了 甚至看到有些亲生父母 刚过世没有几天 直接去旅行吃喝玩乐的都有 人就好像变得很麻木 佛们讲生死事大 结果变成好像很冷血的样子 还有些犯错了还不认错 还要找理由 还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像世间人讲的爱情结婚 明明是自己好色才去结婚 结果还硬硬说什么缘分道 菩提眷属 爱情是很伟大的 其实如果今天结婚不是欲望的话 难道是道义吗 如果真的讲道义的话 就不用结婚了 你有看过哪一尊佛 要照顾众生是要结婚的吗 所以错了还不承认 还要找理由合理化 佛说的 无有惭愧者名为畜生 人跟动物的差别 就是会知道惭愧 就是人会知道 会承认自己错在哪里 那不愿意承认自己有错 那等于就是动物愚痴了 佛说 会堕落动物道的众生 就是因为愚痴 知错 认错 可能就过了 但是知错 不认不改 业障就多加一成 结果堕落变成一只愚痴的东西 像现在看到法庭 法官 遇到那些犯法不认罪 不知道反省 反而刑罚会重一点 就是这样 说了这么多的案例 就是让我们知道 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 每天在生活当中 随便讲一件事情 都是不如法的 所以佛就说 如果认真来算 我们的业障 是整个宇宙都装不完的 所以刚才主师大德都说 做到五戒十善的人 根本没有几个人 也不是夸张的 因为事实就是这样 是啊 各位 刚才我讲的几个事情 那谁敢说自己没有犯到呢 你敢说吗 你又敢说吗 这时候大家都不敢看我了 这个时代 能够看清楚事实的人 又有多少位呢 看清楚了又做到的人 又有谁呢 如果真的人人都这么优秀的话 那早就很多人出家了 不能出家的又是什么原因呢 说实在的 都是舍不得五欲六成 有些人出家了 还是舍不得五欲六成 更何况是在家人呢 就是离不开造业的世间 那讲自己不会造业的 那会不会不好意思呢 佛门说 为佛一人 聚敬戒 愚人皆民 污戒者 道错主师也说 我们造业就好像 黄蜂暴雨一样的凶 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 这个真的不是夸大来讲的 因为今天摆在眼前的事实 就是这样 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所谓的法律 来对付这个凡夫众生的话 我们今天的社会 恐怕会更乱了 我们看这个动物的世界 这老虎肚子饿 就直接把小兔子吃掉的 这就是没有法律的世界 旧众生 无量节的烦恼 喜气太猛了 我们真的以为说 人人都是四乡摩尼佛在来 可以自己在菩提树下 打坐成佛吗 这个是慢慢的 都没有的事情 所以阿弥陀佛就知道 我们众生跟性太恶劣了 在娑婆世界这里 是没有希望的 所以就直接 把我们接到净土去 因为阿弥陀佛成就加持的 极乐世界 环境太美好了 那个世界 只有好事没有坏事 所以人人到了极乐世界 都能够成佛 阿弥陀佛为了给我们 信心安心 不给我们额外的压力 所以就说 围出忤逆 诽谤正法 就是只要不是犯道 忤逆办法的 念佛通通都能够去 其他如果做不到 断烦恼的也不要紧 做不到菩萨道 菩萨界也不要紧 不能出家断烦恼的 也不要紧 甚至做不到 或者做不圆满 五戒十善的也观一字眼 阿弥陀佛就只有说 围出忤逆 诽谤正法而已 只要不是忤逆办法的 每天有念佛 甚至最后才来念佛的 也保证决定能够得生净土 这一生不能改的习系 到了净土 完全统统都改了 坦然大师就说 不断烦恼得涅槃 神安大师也说 不改凡身做佛身 说婆世界改不掉的习系 到了净土 就全部被阿弥陀佛改造成佛 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大慈悲 想想看 如果说今天阿弥陀佛 还要求说菩萨界 那我们会不会有压力呢 这压力我们讲就大死了 再如果说 阿弥陀佛还要求说要出家 那这个也很惨 因为基本上佛弟子 99%都是在家人 不能出家那就完了 再如果说 如果要求五戒十善 还是一大堆人做不到的 所以阿弥陀佛真的是把我们看清楚了 才会说围出忤逆 诽谤正法而已 就讲这个 其他都不讲了 所以看得懂这八个字的人 真的感受到阿弥陀佛的大慈悲 因为如果说没有这样的话 我们众生就不可能能够得度了 尤其说婆世界的众生 那是最差的 我们这些说婆世界的众生 在十方国土是很有名的 各位听到很有名 不要太高兴 因为有名可以说有好也有坏的 那我们说婆世界的众生 刚好就是有名的坏名声 因为这个世界的众生就是不停在造业的 就喜欢造业 而且造了业还会觉得没有什么很正常 所以我们才会在十方世界这么出名 出名到诸佛都放弃我们了 佛经讲的 说婆世界的众生就是被一千世佛所舍弃的 因为没有救了 病得太严重了 其他诸佛都救不到我们 就除了阿弥陀佛给我们发了第十八愿 就只有说只要围出忤逆诽谤正法就好 其他的都不要讲了 因为再讲多一点的话 又一大堆人出不来了 就好像说我们看到快要死的人 就不能要求太多了 要死的人现在能够吃一口饭 我们就要给他鼓掌了 如果要求说他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甚至出门上班工作赚钱 那是不可能的 阿弥陀佛的慈悲心就是这样 就不给我们讲多多了 就是只要我们念佛 不要犯到无逆办法就好 讲一个历史故事 历史上有一位叫做围攻法师的人 当时这位出家人反而根性很恶劣 对前辈长辈非常的傲慢无力 对于晚辈还会欺负人家 一般来说对长辈是恭敬 对晚辈是照顾的 但是他反而是倒转的 他对长辈就是傲慢 没有礼貌不恭敬 又欺负比自己资利少的 那跟这个平辈 他还是选那些跟他一样恶劣的人在一起 各位要知道 在佛门里面是鼓励跟同行善知识在一起的 就是所谓的同参道友 如果都是跟不是以佛法作为信仰的人在一起的话 那只是互相牵扯堕落而已 所以佛门都是鼓励亲近同门善知识 跟法相应的人在一起 才可以互相一起进步 但是这位围攻法师就是倒转 他不跟这个善知识来往 反而是跟那些吃喝赌博的人在一起 善知识讲佛法的师父 同参道友不亲近 反而亲近都是吃喝玩乐 世俗的言 基本上围攻法师每天都是这样 所以当然就堕落到很快 当时当地的人就流通一手际语 他们就讲到那些堕落的人 什么坏事都做了 结果围攻法师还要跟他们一样 听说地狱都是千重万重 数不尽的痛苦的 但是没有想到他们还这样主动要跳下去 这是当时流传在当地的诗句 大家都这么的流传 当然流传久了 围攻法师也听说人家在讲他 到最后的时候围攻法师就病到很惨 基本上就是病到要死的那一种 而且还是一个人病动倒在病床上 都没有人知道 就一个人在那里通道要死不活的 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照顾 讲得不好听真的是报应了 平常造业自然就是这样痛苦的果报 平常也没有亲近善知识 喜欢跟造业的世俗人在一起 自然出事的时候就一个人孤单的面对 身旁没人照顾 一辈子的造业 晚年什么果报都现前了 所以这个因果真的是很准的 什么因就有什么果 但是虽然围攻法师是一辈子造业的出家人 但是在佛门久了 也有听说阿弥陀佛的 他知道阿弥陀佛是大慈大悲 对造业的众生特别的怜悯 有哪个众生愿意念佛 阿弥陀佛是不会眼睁睁看他堕落地狱的 所以相信在那个夜报现前的时候 他是有念佛祈求佛力救度的 为什么这么肯定 因为过后发生的事情就很不可思议 那在有一天 寺院其中一位法师外出的时候 突然在路上看到有六七位长得很庄严 很像佛菩萨的人 那这位法师看到 就以为那些人是所谓的艺人 就是准备要去那里表演的人 要不然怎么会好像打扮到这么庄严 那法师看到就问 请问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怎么会有这么特别的打扮 那些人就说 我是从西方而来的 什么叫做西方的 各位你们知道吗 都知道吧 然后那些人又问 请问围攻上人在哪里呢 那位出家人听到的时候 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围攻上人 哪有人称呼围攻法师 是围攻上人的 因为上人两个字是德高望重的称号 但是这位围攻法师的名字 已经凑到都不知道怎么讲了 哪里有人会叫他是围攻上人的 但是算了 就当做外地人不懂事 所以听完 那位法师就给他们指路 就跟他们说 你们的围攻上人 就是在那个寺院 没有想到 那些人听完 马上从手中变出一个金色的瓶子 瓶子里面还出现莲花 莲花慢慢打开 越开越大多 而且每一个莲花瓣还发光 好像那个莲花有装电灯泡一样 各位要知道 这是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故事 那个时候哪里会有这种灯光灯泡的 但是当时他们变出来的莲花 就是会发光 那位法师亲眼看到的 过后 这群人就快速地向围攻法师的寺院走去 还没有到那个寺院的时候 就全部消失不见了 哇 那位法师看到 有一点吓到了 是不是见鬼了 怎么会有人可以突然变出莲花 又消失不见了呢 所以吓到他当天都不敢回去寺院 那法师看到这些现象 等到第二天才回去寺院的 只是没有想到 回去寺院的时候 大家都说围攻法师已经在昨天就往生了 另外一位寺院的法师 在昨天晚上也有梦到有一朵发光的莲花 来到围攻法师的疗坊 过后向西方而去 那过去看 才知道围攻法师已经往生净土了 加上刚才那位法师看到一群像佛菩萨的人 拿着莲花为围攻法师在哪里 各位你们猜得到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是啊 是佛菩萨来接应围攻法师往生净土了 各位看看 是不是很不可思议 一个造业的出家众 罪业深重 业障现前 但是因为自己还有念佛 对阿弥陀佛信授 所以就算是这样 阿弥陀佛还是带着极乐世界的圣众 带着发光的莲花来接应他 而且还称呼围攻法师什么呢 各位 那位佛菩萨叫围攻法师叫什么 围攻上人 佛在观经就说的 若念佛者 当知此人则是人中分陀利花 分陀利花就是大白莲花 就是上上人 因为沙尔大师就有解释 若念佛者 即是人中好人 人中妙好人 人中上上人 人中西游人 人中最圣人也 念佛的人是分陀利花 也是人中的上上人 不只是上人 而且还是上上人 是double双倍的上人 围攻法师这个故事 就是一个印证 那些佛菩萨 真的称呼他这样子的人是上人 所以各位 阿弥陀佛真的没有骗人 阿弥陀佛真的兑现他的愿力 说乃至实念 若不生死 不取正诀 唯处无逆 诽谤正法 只要不是那种极端的无逆逆恶 其他的业障凡夫 阿弥陀佛也一定来接引 讲这个故事不是说鼓励造业 我们都知道说造业是不好的 像围攻法师被人家骂 最后生病到这么严重 身旁众叛清离 这些都是不好的 但是因为有念佛 没有想到果报是天地大翻转 所以说这个故事 这是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对念佛殊胜给予认可 也给予我们安心 就是让我们知道 不管如何 除了忤逆办法的人以外 所有人念佛通通都可以成就 没有不能成就的 阿弥陀佛就是像第十八言所讲的 一定借以念佛人得生净土 这是100%兑现的 那有些人听了可能觉得说不公平 怎么阿弥陀佛还让这样子的人得生净土 其实这样讲话的人就不大慈悲了 为什么 因为如果是慈悲的话 怎么还会这样子讲话呢 就好像说 如果这个人是我们亲人的时候 我们还会这么讲吗 如果今天围攻法师 是我们最爱的爸爸妈妈 是我们最疼的孩子 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那这样看到阿弥陀佛还去救他 请问我们还会觉得不公平吗 还会不满意吗 通常就不会了 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 别人家的妈妈 可以随便堕地狱的 就是自己的妈妈 才需要阿弥陀佛的大死大悲救苦救难 要知道 人类或多或少都有分别性 但是对阿弥陀佛来说是没有的 我们看佛讲的 照顾自己身旁几个人而已 但是阿弥陀佛是把一切的众生 都看成是自己的父母 都是自己的父母 你哪里还会计较呢 父母要死了 现在在求救 你还不去救他吗 还让他自己堕地狱吗 救人你还要看人的 更何况是自己的父母 而且佛还说 佛说佛对恶人的慈悲 更是超过善人的 这一段经典的开始 一般人更是看不懂了 一切男人是我父 一切女人是我母 就已经看不懂了 现在还讲 佛对恶人的慈悲 更是超过善人的 就更加看不懂了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有心的人自然对这句话 一定会了解 像我以前在医学系待过 就能够体会这句话 是什么意思 各位我们看 在医院里面 是不是要特别照顾病人的呢 是啊 吃饭有人送来 睡觉不舒服 医生也会照顾 吃药 护士还会提醒 甚至上厕所 不能自己行动 还会有人帮忙 帮忙扶着上厕所 死尿 粪便 都有人会处理 想想看 请问我们会对平常人 这样子做吗 你对你家人 会不会这样 我们对家人 可能都不会这样了 更何况是外人 如果是平常人 不要吃饭 那就不用吃了 直接就骂了 但是在医院对病人就不是 病人就算发脾气也好 还是要好好照顾他们 奇怪了 明明都是同一个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分别呢 生病的人照顾 反而健康的人就不大管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是生病吗 是病人吗 是不是 病人就是要多照顾的嘛 健康的人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干嘛你还照顾他呢 所以佛说 于恶人所起慈悲心 生与善人就是这样 善人是有福报健康的人 但是恶人是生病的人 说实在的 阿弥陀佛如果少一点照顾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也不会怎么样的啦 对不对 但是阿弥陀佛如果说没有照顾 这个堕落的凡夫众生 那就完蛋了 善导大师就说 溺水之人急需偏救 岸上之者何用即为 善导大师就说 溺水的人才是要特别去救他的 已经上岸的人就不用管了 所以道理是很简单的 从佛的慈悲 从紧急的角度 我们不能体会为什么阿弥陀佛要度 甚至特别照顾堕落的恶业众生 因为他们除了阿弥陀佛可以救度 就没有其他依靠的了 就像刚才那位围攻法师 如果没有说阿弥陀佛慈悲会救他 基本上他一定是堕落三恶道的 但现在有阿弥陀佛的慈悲救度 不但没有堕落三恶道 反而能够生到净土 本来地狱多一个众生 但是现在反而是多一尊 极乐世界的阿皮八字菩萨 少一个地狱众生 多一尊佛菩萨 那各位请问这个划不划算 那太划算了 这个数学不会算的人 才会觉得说不公平 想想看你现在都不救那些人 让他堕落轮回 结果以后在轮回里面 又在糊涂造业伤害人 请问这个叫做公平吗 请问这个叫做划算吗 那不是吃亏吃死了吗 所以还是直接到净土的好 让他成为阿皮八字的菩萨 可以广度十方的众生 是最为理想的 这就是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救度一切善恶凡夫 就是这样 善尔大师说 一切善恶凡夫都能够得胜 因为从长远的角度 这个还是划算的 没有救他到净土 反而是吃亏吃大本 所以阿弥陀佛才发 唯处无逆诽谤正法 就是只要不是无逆办法的 你念佛他通通都度 这真的是大慈悲 大智慧 没有大慈悲大智慧的阿弥陀佛 根本是不会发这样子的大怨的 但是讲到这个 唯处无逆诽谤正法 就有人问说 是不是只要犯到无逆办法的人 就算过后有念佛 一定就不能够往生净土了 各位 是能还是不能 说能的人 可能认为说阿弥陀佛是慈悲 不可能人家念佛还不救度的 那说不能的人 是因为无量寿经明明就讲 围处无逆诽谤正法 那到底哪一个对呢 其实这两个都对 因为这两个都有经据的依据 佛在无量寿经说 无逆办法的人不能够得度 但是在另外一部观经 反而说 无逆的人念佛 能够消掉八十一节的罪 阿弥陀佛也会来迎接他 所以讲到经典的依据 两个说法都有依据 但是看起来两个好像有矛盾 一个讲可以 一个讲的不可以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就是要等到下一次 再跟大家讲的 今天就先给大家一个提示 那今天是学习到 阿弥陀佛第十八月的 唯处无逆诽谤正法 从这一句就能够体会到 阿弥陀佛的大慈悲 因为阿弥陀佛没有要求说 武戒十善 也没有要求说戒定慧 也没有要求说要出家断烦恼 也没有要求说要发菩提心 行菩萨道 就是只要念佛 不要犯道 武逆办法就好 就算是业障深重 烦恼多的众生念佛 阿弥陀佛照样的救度 所以从这里就可以体会到 阿弥陀佛的大慈悲 当然有人就问为什么 其实就是因为这样不会修行的众生会堕落 所以才需要阿弥陀佛的救度 就好像病重的人就需要医生特别看着一样 这是阿弥陀佛的大慈悲 甚至就算有人真的犯过无逆办法 过后愿意念佛 阿弥陀佛都会平等救度 那这个就留到下一次再说了 那结束之前 我把今天学习到的经句法语读圣一遍好了 那好 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继续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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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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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人人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